看到的结果,第一个,请你们找,第一个,我希望看到两个要素,第一个就是说呢,要用爬虫,啊爬哪些资料,你就是去那个什么呢,政府的开放资料里面找找看,光CSV就已经有两万,不是两万,三万多种哦,那各方面其实都有啦,你都可以拿来练习看看,那当然前提是,对你比较有兴趣的东西啦,那金管会提供的资料也相当多,我记得好像几千种吧, 所以如果你对金融相关的资讯,有兴趣的同学,那你不妨哦,哎,就可以到那个,就是,其实这个我也是到那个金管会的网站上面去抓的啦,所以这个连结你们可以点进去嘛,然后里面的话这边会出现,这是金管会的,然后另外它的类别是投资理财,所以也许你可以找投资理财相关的,然后我的习惯是找最热门的,要不就是下载最多的,要不浏览最多的, 比如说应该下载最多的,看看,下载最多的,好像这个跟股市有关的,有没有,然后上市公司的基本资料这边都有,然后还有什么呢,集保护的股权分范表,OK,这个其实还蛮重要的,那上市公司每月营收,会总表有没有,所以如果还有一些新闻稿, 这也是一些,这个,股市的动向,然后还有外汇,我其实就抓这一个,另外还有本国银行的排名表,等等的,OK,有关金融相关的,实在太多了,那我第一个是希望说你们可以去爬取这相关资料,那另外顺便讲一下,就是说,如果你要爬取上面的资料,特别注意就是说,你假设说,你像刚刚有同学,这个爬的时候发生错误,就是没办法爬, 也就一转之后发现几个问题,之前常见是这样,这边贴的时候好像多贴一个这个空白,贴这样子,贴这样好不好OK呢,你去执行,它会出现这个,它告诉你说,无法存取,那不过它会跟你讲说是否存在,那表示说这个连结有误,多半是这边有多一个空白,这个前面有遇过,要不然就是说你贴的时候,错的话会错在这里,它不会告诉你这里,所以有同学说,老师我错是错这里, 刚刚跟你讲了,其实这个地方是真的去抓,所以反正上面只要有个地方出错,那这边一定会错,所以你可以检查一下,这个可能会有问题,另外的话,还有同学是贴的时候,所以这个把它拿掉,应该就OK了,记得把它停止,上面有个停止,重来,重抓应该就OK了,那其他还有什么地方会出错,贴的时候可能会贴, 少贴了什么东西也不行,反正一定要完整的连结,这个可能要特别小心,另外的话,有同学说,老师我执行的时候发现,它没办法walk怎么办,其实我是建议你可以先到,它原始的连结,先点点看,这个连结假设你点下去,它会跳这个表示说,它可以下载,如果这边可以下载,那理论上, Essale那边应该也是可以下载,为什么,因为其实原理原则是一样的,只差别是说,一个是在我们浏览器上面执行下载的动作,然后一个是跑到Essale里面去下载,所以这个地方可能,这个细节部分,恐怕再检查看看,OK,好,那所以我们就把资料下载了,下载之后的话,第二个呢,我们是希望呢,把这个日期的格式把它做变更,那各位有没有发现,这个日期格式,我这个是已经做好了, 中间一定要加什么,加斜线,OK,那可是问题,我们下载下来的资料,刚刚看到这边,这个的下载的资料,它里面呢,我把它run一下,这个资料把它run一下,好,下载下来的资料有个问题,它的格式不正确,它不是一个标准的日期格式,这个也还蛮常遇到的,那想说奇怪,为什么刚刚那个画图表的时候发现错误,其实画图表如果发现错误, 你可能要知道直觉,哦,资料格式错误了,只有折线图,发现不对,怎么会变这样,不是我要的,那你就有个直觉,把这边的那个日期变更,那当然如果你不用VBA的话,怎么办,你就是再插入一栏,然后呢,把它做变动吧,变动的方式的话,第一个,如何把这个原来数字的资料变成标准的日期格式,首先的话呢,如果你要日期标准格式的话, 你一定要记得有一个函数,叫做DATE,在日期及时间里面的第一个,这个就是把那个资料格式化成标准日期的一个函数,DATE,DATE,OK,那DATE呢,它这个函数,它会跟你要总共三个东西,第一个,你给我年在哪里,年,那年的话刚好是在这个资料的前面四个字,所以我们其实可以用什么,用DATE,L-E-F-T, 刮符,然后给它什么,逗点2,逗点4啦,四个字,好,那2021没错,month在哪里呢,在中间,所以中间记得用mid,mid,这个前面用过,前刮符,然后呢,资料在哪里,资料在这里,然后几个字,逗点,它第一,那个参数的第二个是,问你是在哪一个字开始,应该是在第五个字开始,那你要几个字啊,要两个字,OK, 那得到的话,刚好就11,11月嘛,OK,然后再来就DATE,DATE刚好尾巴两个字,尾巴两个字的话呢,你就用什么,用RIGHT就好,RIGHT,然后呢,把资料给它,逗点两个字,这样的话就大功,就完成了,你们有没有看到,那不过呢,它过来的东西啊,你看本来应该是01啊, 不过哦,它这边,DATE里面呢,它会自己帮你转换成数字哦,所以你会发现哦,虽然我们给它的是文字,但是它自动转型为数字哦,所以得到的结果,会是这样的格式,哎,你想说,哦,是不是应该是2021斜线11斜线1吗,怎么会变这样哦, 44501,为什么呢,我好像前面有讲过,日期格式哦,在ESEL里面哦,实际上它是一个数字,那这个数字怎么来的呢,它是跟1900年的1月1号,相比较之下,相差几天的意思,也就是这个是1哦,这个,如果你,你, 你,啊,输入,1900年的斜线1月1号,把它,看里面的资料,它是1哦,哎,那你想说,为什么会变这样哦,其实哦,如果假如是,啊,日期的话,你输入之后,它会自动帮你格式化成这样子,哦,所以特别注意,它是这个,是格式化的结果啦,哦,OK,所以,一旦它侦测到里面的资料,是一个日期的话,它会按确定之后,就会自动帮你,格式化成年月日,啊,因为我们是, 是通过DATS函数,所以它会自动帮你完成这件事情,哦,所以你把它向下填满,那理论上,底下应该说是正确的,OK,那一样,我们把这个,栏位名称复制一下,Ctrl C,Ctrl V好了,哦,OK,那这边的话呢,把这个栏位名称放过来,哎,再来的话呢,其实我最后是希望,哦,这个就保留,啊,这个就不要,可是如果你现在把它删除的话,这边应该会出错啦,为什么,因为呢, REF就reference,参考范围失效,为什么,因为你这个里面的A2,哦,其实来自这里,那如果你把它删掉,它找不到A2就出错了,所以怎么办呢,我是建议,哦,你要删除这个之前,你可以用一招,把这个范围先选起来,复制,Ctrl Shift向下, 有没有,然后Ctrl C,再来呢,你把它Ctrl V贴上,不不不,不是Ctrl V,我建议你按右键,贴上的时候呢,建议用什么,贴上里面的什么呢,只有值,OK,哎,为什么贴上只有值哦,因为就是原来里面是公式,那我不要公式,我要里面的值就好,所以你把它贴上, 选择性贴上只有值,这个时候,如果你再把A栏删除,它就不会出错了,你可以再把那个栏宽给它缩小,OK,这样就大功告成了,所以特别注意哦,第一步的话,就是用Date函数,然后给它Y,M,D,就是年月日,然后它格式化,得到最后结果, 再来的话呢,我们一样做刚刚那个,插入那个图表的部分,那我一样选A,A1到B,A栏跟B栏,所以我把A跟B选起来,Ctrl Shift向下,向下之后的话呢,我再来做什么,把它绘制成图表,这个时候你会发现,得到的结果就会是正确的,有没有,它就是美元,新台币,这个位置我把它稍微拉上, 它其实位置哦,它会帮你放在你油标放的位置,OK,宽的跟高怎么调整,所以哦,第一步啦,我们其实是希望会制出这一个,那第二步的话呢,其实我主要是希望怎么样,帮我把它放到哪里,放到这边来,这边来,最好是放在M1这里,然后中间隔一列,这列把它调小一点,然后再来的话,所以哦, 我希望帮我放在这里,然后呢,它的宽大概就500,高的话呢,我希望取个整数好了,干脆就是10列好了,列高10列,这样会比较,因为之后的话,假设列高都10列的话,那我底下,比如人民币,放下来刚好就是10列,再往下,每个都10列高,宽的话500, 诶,可是问题来了,我要该怎么做呢,才可以哦,让它自动帮我绘制图表,并且放在我指定的位置,并且自动调整它的宽跟高,啊,其实如果做得到的话,哇,那很方便,以后可以随意绘制出你要的dashboard,那这个就是,我希望各位做的第二个东西,就是所谓的绘图, 那其实一般你们看到现在,网络上其实还蛮多分享,就是所谓的视觉化,哦,视觉化的那个,资料呈现,有没有,也就是说呢,如果你资料呈现,假设是用数字,让大家看到的话,像这样子,数字哦,有没有,美元的汇率这样,说真的,你怎么看得懂,高高低低的,但是如果你这个,把它变成这样的话,哦,你可以知道, 原来,哦,哦,这个,上个月跟这个月的汇率,哦,曾经呢,有一度好像有稍微跌下了一点点,但是好像慢慢又往上拉,哎,所以,其实看图应该会比看那个,就是数字哦,来的会更加的清楚,知觉,哦,那其实每天,假设啦,你都要汇视这,其实我发现现在很需要这方面人才,就是说,其实老板要看的就是这个啦,哎,你帮我把那个哦,最近发生的事情,用图表 显示出来,让我一目了然,看到结果,因为老板的任务就是要决策,我要决定,决定到底我下一步要做什么,而且他要在很短的时间决策嘛,为什么,因为现在都,各行业都在竞争嘛,怎么可能,哦,我一个月之后再决定,完蛋了,你公司怎么赚到钱,一定要最大商机,就第一时间里面做最正确的决定,OK,哦,而且这个竞争压力我发现越来越大,OK,那现在好像那个什么,嗯, 像电商好了,也是一样,电商现在压力也蛮大,我发现现在电商,呃,第一个疫情的影响,第二个可能大家都蜂勇去电商上面买,所以其实大家也在竞争,到底应该哪一家买比较便宜啦,所以呢,当然你要需要去做很多的那个爬虫啊,分析的这些相关,才有办法做下一个决策哦,好,那所以哦,这个已经把新台币部分,就是美元对新台币的图绘出来了, 那下一步我是希望怎么样,让它自动汇图,自动化一个,然后呢,自动化两个,自动化全部,OK,大概是这样,所以请各位试试看,把刚刚第一步啦,日期部分先把它更正一下,那我又把那个更正的方式啦,这边啦,其实第一个公司在这里,其实主要是利用什么,用Date,这边Date,然后呢,跟什么,跟Late,还有Mid,Rise, 公司在这边啦,你们可以参考一下,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哦